大家好!欢迎来到 还是又八号 还是又八号 横横你知道八月八号是什么日子吗? 礼物天 礼物天是要送给谁的礼物天啊? 我爸爸 没有错!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手作小礼物 可以送给爸爸哦 那首先呢,我們就要一起去外面探險 因為我們要一起來撿石頭啦 那我們就開始在這裡找石頭囉 嗯,好 我找到了 找到了? 嗯 好棒喔,哇,超大顆 我沒有看到石頭了 我看出一點好漂亮的花喔 我找到了四顆 你找到了四顆喔 嗯,還有上角形的 還有嗎 你再看看啊 花頭,我有看 那裡還有 蛤 那裡有一顆 還有一顆 扁扁石頭 超級有地扁的 剛才我現在要攪了石頭 好喔 石頭 好啦,現在我們已經收集到很多不錯的石頭 接下來呢,提醒小朋友把石頭拿去清洗,消毒,並且曬乾一下 那除了石頭呢,我們今天要製作的手作材料還需要這些 紙卡 那我們使用的是A4後板的練印紙 你可以把它製成你想要的大小 然後呢 有這個 活動眼睛 這邊是布織布 剪刀 雙面膠 那今天可樂果老師會幫忙用膠槍 那小朋友在家的時候一定要大人一起幫你用,才不會太燙 你還可以準備有蠟筆色筆 還有一些貼紙 是我們可以拿來裝飾的 那只要再準備一個橡框 那今天我們在裝飾橡框的部分呢 我們也會使用指甲油 就可以開始來製作囉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製作囉 你可以把你剛剛找到的石頭選兩個一大一小 因為我們要把石頭變成一個人的形狀 所以你可以選你喜歡的石頭 你拍好了嗎? 嗯 好,那我幫你黏住囉 放在這個位置好嗎? 嗯 好,那你等我一下 這一樣喔,我們也會用膠槍 幫你把眼睛黏住 好,再一次 好 再來就像一個人了 這樣我們就像一個人了對不對 所以這是誰? 你覺得看起來像什麼? 是我吧 是你嗎? 是你還是你爸爸呢? 我 那可樂果老師今天做的是一個爸爸跟一個小baby 這樣好不好 那這個紅色給你 然後你會用剪刀對嗎? 對,會用 那我們幫他剪個小披風好不好 那你覺得這個石頭人加上避風會像什麼? 石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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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頭 有沒有像 石頭哥哥 像石頭哥哥 有沒有像素粉耶 有啊 有 那我們要把我們的避風黏上去 好 這是 這是 這是小人 這是小孩 爸爸超人跟小孩超人 那你會撕下來嗎? 撕下 撕下 哇 你看這樣好像可以很避風喔 OK 皮膚飛起來啦 卡片大致上完成了百分之 60 60 到時候放在框就會變這樣 可是是不是覺得有點單調 太少顏色了會嗎? 我們可以做一點的裝飾 所以我們今天有蠟筆跟貼紙 這樣嗎? 你看 如果你像超人它是會飛在宇宙 它可以有一些的貼紙 它在唱歌 喔它在唱歌 好棒喔 那我這邊就寫字 我看它唱好了 它唱好了 好 那旁邊的有沒有要加什麼 那我寫 爸爸 嗯 我愛你 爸爸 我愛你 我愛你 太棒了 Purple Purple 好 媽 媽 我也好愛 好愛你 唷 我寫爸爸 我愛你媽媽 我也好愛你 我愛你 好好愛你 好好看喔 好 那你想要哪一種桌子 哪一種星球的 土星 好 地球耶 不錯喔 我看 哇 天啊有多星星喔 好漂亮喔 好喔 那你覺得這個像什麼呢? 嗯 Baby超人 像Baby超人 所以這個是爸爸超人 跟Baby超人 然後我的是哥哥超人 好喔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做成超人呢? 因為爸爸在我們心目中就像超人一樣 總是很厲害 而且爸爸也很堅強可靠 像是石頭岩石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做這個想要送給爸爸 那因為我們會覺得框太單調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轉硬的方式來佈置這個框 把框變漂亮 那很難呢 首先你可以選你想要的顏色 藍色嗎? 好 我們選了顏色呢 可以這樣子把它放在上面 哇好像很陽喔 好 好 你看看什麼顏色 這個 嗯這個很漂亮 這個撒得出來嗎? 這個可以 好你看 這邊有很多不同顏色 好 那變成什麼顏色? 你還要藍綠色對不對 藍綠色比較好看 你加藍綠色 然後最後才加這個 好最後你要加這個亮晶晶的 對嗎? 嗯 有問題 可是你很喜歡這個 嗯 你看哇 哇 這樣子 那我們呢 需要用這個竹籤 稍微把顏色 拉開一點點 這樣等一下你的相框印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有這些紋路了 你看 這個紋路 好 好 哇 我已經在彩色水了 現在來戴上手套 變成彩色水 對啊 戴上手套呢 為了保護你的手 不會全部直接沾到 那 像框呢 這樣子 我們慢慢的 蓋上去 輕輕的放上去 讓顏料停留一下 可以吸在上面就可以 吸到上面 好喔 我要在外面 那你要準備看看 是長什麼樣子的嗎 好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囉 哇 你到底可以選的顏色耶 那你想要選什麼顏色 好我們等一下再試一次 那這個就可以把它曬乾囉 一樣 讓我們把相框 慢慢的蓋在水面上 讓它停留一下下 這樣它就會吸住 剛剛我們所加的顏料 好 當我們把剛剛轉印的相框曬乾之後 你看就完成囉 這是你做的耶 狠狠 那如果小朋友 你在家裡不方便用石頭 我們也可以用毛線 或是麻繩來代替 只要用雙面膠 用麻繩慢慢的繞進去 黏貼在上面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小人物囉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今天 我們不只在父親節 向爸爸表達我們的愛 我們也要為他們來祝福 聖經上告訴我們 也有一位愛我們的天父爸爸 他不只看過我們 他也會看過我們的家人 那讓我們一起來祷告吧 親愛的耶穌 親愛的耶穌 謝謝你 讓我們一起自己在這個辦公室裡 祝耶穌 請你保護我們 謝謝主 為主的名 祝耶穌 祝耶穌 親愛的耶穌 謝謝你 在這一天 求你來祝福我們每一個人的爸爸 上帝 讓他們有最健康的身體 有最喜樂的心情 每一天他們都可以領受 從你而來的祝福 謝謝耶穌 我們想祷告 通告耶穌的名 阿媽 還是要發光 我們 下次見 下次見